有个广东婆婆或广东岳母的人 都应该吃过一道经典的民间美味 猪脚浆 听说很多女性朋友生产完后 体型很难恢复 都在怪婆婆把猪脚浆吃得太多 在广东 为保证产妇有足够多的奶水 基本上这道菜是每周都要做上好几次 其实这道菜不仅在月子期间适合 平时也可以经常做来吃 对女性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顺便说一下男性吃了同样大补 把请老板娘攒好的猪脚清洗干净 做这一步时尽量用钢丝球或小刀 可以更容易地处理烧焦的表皮 清洗完成后就是改刀 最后一步时尽量用钢丝球的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